字幕翻译 & 字幕 呢? 字幕翻译 & 字幕 呢? 字幕翻译 & 字幕翻译 & 字幕翻译 & 字幕 呢?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一集的英论LOTEE 继续有方展博和高手高手高手和大家谈谈 首先我们这一节第二集的英伦OT 通常都讲多些关于产经财经 或者一些外汇各方面的资料 首先第一件事都是去到这么多集的一个英伦OT 我收得最多最多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会问我展博兄高手 现在的日圆是不是要买? 日圆的潜力将来会升得很厉害? 现在进入是否有跌的可能? 我真的收得很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朋友要进入这么多日圆 你究竟是用资金避难所的角度跟我问 还是究竟你去以下五次过去一个高武忌丁 或者是大九宝公园里召忌的时候 你希望你召便宜一些 叫多一些和叫密一些 我真的很想问他们 当然不会回答我 弄统点问 日圆是否会有升值的潜力呢? 好 欢迎来到星期三的英零lowkey 关于日圆这个问题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困扰来的 大半年前 我觉得日圆继续在下跌 跟大家快点说不用急 总迟一点就换 其实永远都捉不到最高点和最低点的 我认了输的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日圆有空就换一些 不要说分身一次过游 但是日圆会慢慢升的 是合理的 原因为什么呢? 因为日圆已经开始进行加息了 那加息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人们就会开始 投资者 包括本土的投资者 都会慢慢换一些日圆 回来 还钱给银行 就减少自己的债项的支出 和利息的支出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carry trade就开始 就反过来 叫平仓、拆仓的情况 所以日圆会慢慢向上回升 短期内日圆会不会大波动呢? 就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就不想日圆拆仓那么厉害 因为它还是需要一些资金 顶着它自己本身的市 美元的回价 所以短期内日圆的波动不大 但是它会在中长期来说 日圆会慢慢升上去 那劝一下大家 如果你打算 要什么? 慶合合的 要走去飞田新地的 其实现在就好 立刻就换日圆 立刻就飞去飞田新地了 但是如果你打算一年后 才去飞田新地 其实你现在换定线 都没意思 因为那时候 第一 就是你没有那个兴致 第二 就是可能那些日圆 已经升到你 叫不了雞了 不会 都是升少少 你慶合合就到时再换 总之 就不要紧着那些钱 因为你在香港换了日圆 你用不了 没错 就是飞走了 你才能用到 那你就择住了那些 香港港元投资的机会 或者换美金的机会 所以是值的 而你的日圆 你买了之后 它的升值的幅度 譬如你一年后用 和你一年内 这个钱是自由钱 去投资 可能跟KC Sir去买一下东西 再不是买一下港股 买一下美股 你可能炒回来赢的钱 是多过日圆的升值的 那你的机会成本就不对 如果你现在换了日圆 所以 慢慢要的时候就换 要的时候就换 除非你说 我现在立刻要去买楼 我就不管了 那些楼价升升跌跌 楼价升跌跌 我就不管了 那我都是会买的 那你现在立刻要去买 但是我一年之后才买楼 那你换了日圆 你又怎知道这些楼价不会升呢 是不是 所以你是不适宜去做一件 这样叫hedge 即是对冲日圆的升值 那件事 总之去玩的 开心心唱点 你说我中长线 我都会很多时候用日圆的 你现在换定点 因为我都去得很密的 一年都去三四次的 那你就换了 所以是这样解释 即是未来两年内 起码要去五次日本玩的 那你不是入多些都没有问题的 是啊 没错 但是你说我纯粹都是 一年去两次一次这样 而我又不是打算去日本买楼 又不会买日本股票 那你的日圆呢 那个升跌 其实你不要看得太过 就是担心或者惊恐 因为它不会再说暴升上去 它会令到你好似 啊 现在去日本很贵 又不会的 它仍然是需要你的支持的 所以它的日圆的升值 都会是一个循序漸进的升值而已 不过我自己觉得呢 买日圆作为 就是除非它那个息口 是扯高 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回报 那你觉得很正确的 因为有很多的其他的投资的地方 都可以令你 在这一方面里面 得到的ROI呢 比投资日圆呢 赚它的息就是更加高 那你投资外币 无论两样东西而已 你中短线 它突然之间爆升 又或者你放长一点点的 它那个息口是很能见识的 高一点的 那你就有好处 但是如果这两样东西 都不是很符合了你的答法的时候 那你带那么多钱 来等那么多 内围什么东西呢 这件事是没有意思的 是啊 所以我就就着你问 说日圆不会升呢 就是要分析了你要不要 唱日圆这个说法 一套个说法给你听 好 明白 但是我们都最担心 有一个问题呢 两位 就是你知道 我们有数有 末日博士之称的 这个KC Sir呢 当他一看不好的时候呢 他就告诉大家 好看路了吧 就是很可憐啊 市会跌的啊 刚刚在他星期日的一集的直播里面呢 他就说风雨欲来了 一个山雄章子 暴风雨的这个前夕 看起来呢 他就看不好这个的后市啊 又或者就是美股啊 或者现在美国那边的股市都开始下跌 每天几百点几百点这样下跌的嘛 那就是也都会不会 会把我们的香港的这一边呢 那如果当美股这边一跌的时候 会不会也都会有很多的一些的资金 去想回不同的地方去做避难所 那传统的一些的避难所 日元是一个挺好的货币的避难所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会带动日元去升回呢 那这一个都是有可能的事来的 两位是不是呢 是啊 那KCsir呢 就刚刚我 星期一呢 就看了他那个post 在那个facebook那里 他就说呢 这个低位呢 不可以穿17200 就是如果有口误 大家就指定了 穿了了 星期一今天 穿了17200了 就是变了呢 就有机会就一路向下市的了 那这个就是他的 就是图表的分析 那我的就是看法呢 宏观来说呢 就因为 因为 港股是跟跌不跟升的 嗯 那美国那边呢 的利息倒挂呢 就完结了 那我们很多集之前 都说过利息倒挂这件事情 就是长息呢 就比短息的利息 那现在呢 就回复正常了 就短息和长息计呢 就是短息呢 就是便宜点 长息就贵点 就是这样 那所以呢 就完结了 那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会过去啊 历史的事件啊 啊 过去近四次的利息倒挂完结呢 美股都是跌得很金下的 嗯 最低下跌了两成多 动起来 最厉害跌了五成多 这样 四万点跌两成多 就是那个多少 四万二 至少八千点以下的 就是分钟会这样 是的 但是它不会一天跌下去的 它是一个很长的跌浪 就是总之玩你几个月啊 一年啊 这样一路会跌下去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美股跌得呢 其实呢 全球的股市都不会见得太好的 那你就鸡鸡鸡蛋问题了 到底会不会那些钱回到日本避险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说法 另一个说法就是 会不会那些钱不再借日本钱来赌呢 嗯 都是一样的说法来的 其实那些人就会怎么 唱回些日圆就还回给日本了 嗯 所以日圆会升的原因是这样 但是你越唱日圆走去 你怎样搵钱来唱日圆 你卖掉了美股去唱回些日圆 所以整件事情 你不知道是因为日圆呢 升了 令到那些人呢 就要撤退美股 還是美股跌了 人們撤退美股之後還回一些東西 不知道哪件事才對的 OK 所以日圓會升 或者日圓會令股市跌 大家不知道雞和雞蛋是會發生的 這件事 就是這樣 在那個利息倒閥完結之後 正式就叫做衰退 衰退是什麼玩法呢 就是說連公司都沒有辦法可以做到一個合理的盈利 那就變成了怎樣 做少一點 回去睡覺先 衰退就會連請人都請少了 整個激活動會冷卻 7天開工 變成了可能5天半 現在英國又說4天開工 是的 本來你去見慶要排隊才可以上去打到羽毛球 變成了冷清 門口叫你進去 整個廟街這樣 這個就叫做冷清 是不是 所以經濟衰退是很可怕的 包括就業 收入全部都會下降的 就會走一段的路了 現在的情況就是剛剛開始的 那個向下跌 所以KC Sir說1700跌穿了之後 會再向下的機會很高 也是這樣說 因為美股跌得 全球都應該是不會好得去哪 港股是有一個特質 跟跌就不跟升的 那大家就關心我了 你上幾集就說買了恆生科技指數的 那你是不是糟糕 是的 是的 是會有一點糟糕的 但是這個情況就是因為恆生科技指數 其實一早已經跌了七成半了 所以它跟跌不跟升 跌得很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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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當你的頭跌到地板那裡 被人踩著的時候 你沒有可能 即是好像吳空那樣 阿摩和叔叔一脫打他下去地殼的 不會的 是還有一個價值在那裡 所以跌得很少 你看回今天就知道了 恆子跌三百幾點 但是恆生科技指數是跌比較少一些的 這個就是因為它已經到了地板 在地板的情況之下 即是這個衰到貼地 已經貼了了 我現在在貼地價那裡買了 在那裡等 我還是有信心的 但是我是一個會認錯的人來的 如果我真的發現很不妥 我會跟大家說要走 輸一點點 入我的數吧 我下次再給那隻 再毒一點的來 高手沒信他買 我是買了的 是等著的 而我今天剛剛去複檢這件事 到底會不會出事啊 那個指標的明燈解釋了給我聽 就是它貼了一點 你看看 它跌完恆生指數這麼多金 它都不跌 那就是它怎樣 它只是被迫著無法跌的 是等它彈的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就很安心繼續坐 好 雖然呢 無論你的分析啊 高手的說法啊 或者是KCssir的看法呢 即是都是說的 跌勢應該已經構成了 Perfect Storm已經是存在 看看什麼時候呢 就是山羽肉來爆的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呢 即是 所有的事情都離不開政治 其實會不會在這個11月之後 看哪一個的總統上了一場之後 都會來稱跌倒楣的一種的情況呢 那個20% 30%的跌勢啊 會不會粗暴式在這個選舉之後來出現呢 你們怎麼看啊 高手說先 那我覺得其實那個勢一定 其實那個勢平了 其實我想前幾集我都會一直說 我會覺得民主黨 我一定會上場 你覺得是嗎 是的 那這個第一 第二就是就算被特朗普上場 我也覺得會有人殺到他一盒的 好 那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那第二就是 就是其實來一個這麼 相對的 我覺得會是來一個金融比較動盪一些 那 永遠都是 就是我有些朋友 就是開始 有個故事的 有個朋友仔 之前跟我找 之前跟我跟我一段時間的 那現在就叫做好 就是我們這一陣子 它有機會上到位了 現在它居然可以 就是都有 那這個人工都挺好的 那兩公火加起來都差不多有 七八萬的收入 兩公火加起來 那我問他 其實現在這個時間 我說 你說過香港那個行業 可能多玩兩年而已 為什麼呢 它本身是做一些物館的工種 來的 好了 你想想香港的房子以前這麼貴 所以你就要找一些比較好一點的物館 去管理動物大廈 去保值 來的大廈 那些房子全部都不足錢 究竟我還需要不需要 那麽貴的工資 去運輸呢 這個服務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世界 第二就是 如果香港人都已經 將來是不足錢的時候 那 那 我河北 為什麼不找大灣區的人 來管理 就是換走你 都是做平衡的事情 那我找到便宜 再便宜一支人工 澳門外勞化 澳門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你現在趁這兩年 很慘慘的 找夠夠錢 走也好 什麼都好 那你自己再決定 那你找夠錢又怎樣處理呢 我就覺得 因為它本身 對於金融產品 不是太熟悉 我說 那你不如穩定一點 你拿錢 什麼都不要想 定期也好 什麼都好 那樣 然後呢 那個價值呢 可能不要再港幣了 你可能你分一些 可能譬如說 我當你倆婆婆一個月 找百萬元的 那你可能 兩萬多港幣 是一個平日 每個月的營運 其餘的那些錢 你可能考慮說 譬如說 一些外幣 收下息 例如說 買一些美金 euro 磅 任何都抽些 那你就分散了 那一個避險的動作 也好 什麼都好 但是就不要再扔錢 去股票市場 或者基金那些 就不要想了 因為你始終不懂 不要想了 那你問我 如果打仗買黃金 會不會好 我唯一黃金 其實已經炒了 黃金這個時候 我也不能買了 其實都是這些 那我都不如 你現在存錢 找銀行 開個利害戶口 把避險 避開了 因為你不知道 真是去到 2026 2027 萬一打起仗 上來 究竟 你作為一條韭菜 會怎麼被人割 你是不知道的 但是如果你在那個戶口 在海岸的時候 他想割你 又割不下 但是你又有 有份工等著才能頂到 將來沒得做才能再想 緊要的 在一個集中營裡面 不想被他折磨至死 但是資產一早去了海外 總有會解放你的日子 那些 受到排骨抬出來的時候 只要你吃到那些營養大保劑 你好了就在海外有錢 真的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一個很幸運的個案來的 老鴻 知不知道為什麼瑞士這麼有錢 為什麼 因為在德國 打著這個猶太人的時候 那些猶太人 將錢傳到瑞士那裏 接著之後 糾死一生 那十個戶口裡面 九個都沒有回來拿 瑞士就很有錢 所以 離岸會是這麼用的 哈哈哈哈 真是有夠高 哈哈哈哈 然後高手呢 就是跟他說一個心靈的安慰 就是你繼續在樓港發展 有錢就拿出去 對的 全部沒錯 但是在集中營的時候 你能回去拿就是行運的故事 是 但是最肥的那個就來個戶口了 哈哈 的銀行 真慘 下一個瑞士就是新加坡 告訴你 是啊 真是瑞士 東方的瑞士 新加坡是 那麼 你同不同意 展博兄 會不會是大選之後 就來你的西林 警察 還是會大選前呢 我這樣解釋 上幾集就講過的 阿鎮就代表傳統舊有的 這個經濟勢力 是 那麼 貨錦麗呢 就代表新興的經濟勢力 那些Twitter 那些X 那些Facebook 那些 那些 阿鎮呢 他就滲入了新的經濟勢力的了 就是他加了 Diomark 是不是 那麼 那之後呢 現在呢 他 他 他 那邊呢 都很紮實的 那些 那些 就是Microsoft NVIDIA 全部都是他的朋友來的 那好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一看就整個局都明了 如果阿賀錦麗繼續要選 選到 你覺得NVIDIA要不要跌呢 當然不太跌著 大哥 他跌了就哪裏給他 是啦 死頂爛頂 賣那些股票回來 繼續幫忙 拉多兩張票會好過啦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那個勢 是阿賀錦麗上呢 就很應該是選完之後 是的 但是如果那個勢轉風 是阿特朗普開始贏呢 那些股票呢 那些股票呢 七巨頭呢 應該頂不住 就會是提早倒的 嗯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樣子呢 就好像 嘩 杜拐元見了 NVIDIA就馬上跌了一點 今天又上回去了 這樣 明天又怎麼樣呢 大家在爭持著呢 就是 在說派貨 在換錢回來 去 功能量給阿賀錦麗的團隊去選 所以 大跌是應該未出現的 如果 阿賀錦麗是想 如果 賀錦麗失勢 那怎麼辦 你這樣四散圖啦 拜拜 吹吹吹啦 九月就知道了 好快呀 所以整個故事 如果你用選舉去看 你的風向就是 賀錦麗得 NVIDIA得 賀錦麗不得 NVIDIA不能得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後面就是 佩洛西那班 整班人去操盤 是嗎 去賺到一些錢 這個政治 所以你會明白的 那現在美國呢 在走一樣什麼事呢 最新的情況呢 就開始挫油價 油價向下走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去 減息之後 令到通脹不要爆升 減輕自己的 減息之後的壓力 沒有那麼大 通脹壓力 就要挫油價 現在油價向一個方向走 所以 這一期 如果你賭 就賭油價一點 是的 股市還未落 但是方向是慢慢 就是一路向下 派一點派一點派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都看到跌勢出現了 那我就放著格 慢慢派給你 所以呢 NVIDIA 逢低就有人接隔 很厲害的 那些散戶 喂 AI是明日之星 這個世界 無論誰做到總統 都是需要AI 我覺得對不對 你聽起來好像很容易 對 所以你一定會買的 沒問題的 但是我就不能買了 混蛋 就是他派給你的而已 還有他選完之後 喂 選完之後 當然是派給你算數 對不對 我都坐定了 是未選到 又快要選到之前才行 如果我明知道輸的 又是派給你的 所以NVIDIA 是一個必別的情況 但是他是什麼時候的問題 這個意思 我講NVIDIA 其實代表著什麼 代表著美國的科技指數 納斯達克的整體 那個指數那個價值 所以呢 他是跌勢 是會議成的 他裡面是空蕩的 整個產業 不過問題就是說 因為他 握錢是方便 所以他 放著來派 這個就是我們見到的事件 那我也很同意高手的說法 現在風高浪急的時間 就是拿Cash Cash is king 就是一個最重要 不要想著搞這麼多 什麼糟糕的生意 不要這麼投機取巧 不要拼你這麼盡 是啊 叫你的朋友 離岸戶口開了之後 不要去到最後那刻才走 萬一走不了 新加坡是贏家 知道嗎 應該是納張平安寺 寫我的名字 這個可能性很低 你也不如他情緣拼一下 喂 若然你這樣成功 我和老鱷 就是百多集英倫NOT 大人寫的首席人是我 是不可能的 那些傢伙全部都聽完之後 麻煩你 也很少的 不過我們不要緊 麻煩你有一句也好 真的 打照都沒有 知恩又怎樣 看不到 是很厲害的 這個狀態 我希望大家都平安度過 不過聽完你這樣提議你的朋友 我就說回瑞士的寶貴經驗給大家聽 OK 我也希望你的朋友 如果走不及的 都是幸運的一族 那些見到一隻隻 那些貨車拿去燒掉那些 他就皮黃骨瘦之後 扭到一條筆周 牙籤 抬著尾骨 抬著 其實這個真的很認識的竹 不知為何我來講 我真的很認識 不知為何 其實他們真的是很可憐 喂 阿雷鼎明說了給大家聽的 就是在香港奴隸式的生活 地獄式的工作 奴隸式的生活 是啊 地獄式的工作 奴隸式的生活 為什麼他就告訴你 香港是集中營 你猜他不知道嗎 你猜他亂說嗎 他這麼高手 去到用微信叫雞都教會大家 這次還會水利嗎 是不是 有些人我們都知道有一個結論 叫做我喜歡的 有些人都知道我喜歡的 任性 在現在的時刻 勸了大家不要搞生意 叫大家不要頂來做 但是也有些人 我喜歡的 現在去做一個生意的時候 你離不開一定要找店 其實我覺得 就算你多邀請都好 什麼樣子 都好 始終都需要一個實體店 做實體店的時候 我看了一篇文章 很有趣的 就是說 香港現在的所謂的以前的 鋪王 就像MHK那樣 10個MHK主持 10個帥仔 但是 現在在香港做鋪王 就是10個鋪王 就是9個希臨 那好 那算是希臨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這些傻子 就是撻訂 遺約 吳倫租 排美拉商 走人 舒適保 那現在他們 如果你跟他們做生意 問他們租一個店 他們基本上 就不會只是要公司擔保 他們要個人擔保 這個情況會出現 那如果有個人擔保的時候 你以為紅心臟志 打算買這個珍珠奶茶 或者是鑑貓進走著 要開地店 賣火記奶茶 嘩 一個不覺得 這個經濟不似預期 虧到希臨 不斷大插水 而到最後 你想不想做的時候 你有個人擔保 上了身 是輸到你開行 你想不想好 是不是不應該 任何的遷約 都不要做個人擔保呢 是啊 現在一個問題就是 你講出這個事件 但是開店的人 未必會有 你這麼多做生意的經驗 他就說租間鋪就是租間鋪 租間鋪就是個人擔保 有什麼時間賠 有什麼事我賠 他這樣想 但是在商業那個租務合約裡面 跟大家講清楚 你個人擔保的意義就是怎樣呢 譬如你跟別人簽了兩年租約 然後每個月租他三萬元都好 若然你租到第四個月 覺得你擔保不行 那你怎樣 那你就退場 就打算算了 一個案件 今天要上期 加上一個月租就可以了 算數了 但原來他還有多少個月 還有二十個月未收你租 那他就會跟你算 那二十個月未收租的損失 就是追你個人 那你若然你真的沒有錢 就破產了 你給八千元就搞定了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的 本身呢 就是勤力了半世 都有一間屋的 都值三五百萬的 那他有權就釘你契 就是叫你去還錢的 所以呢 你一般來講呢 去租間鋪呢 要去到個人擔保 你除非有一個叫什麼 萬全或者成功的 就是做生意的formula 你就可以做的 否則呢 你就去按摩摩簽一張約去做呢 其實就是會出事的 那這個就是小小的忠谷 我們希望有個年齡群 層都很闊 那希望那些年輕的聽一聽 不是叫你不去搏 但是你搏的時候 你小心點 法律的能力 因為香港現在這個社會裡面呢 最期望是怎樣呢 最期望那些人就四肢發達 就是頭腦簡單就可以了 這些事情不要亂簽 還有一件事我提大家 生意很有趣的 你試試走一條街呢 它開滿了舖子 各樣東西都不夠關你事 突然間有個地方賣雪糕呢 你會突然很開心 因為你消費得起 你就賣雪糕的 說那些雪糕是20元還是35元 你不理會的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你覺得 你要顯示自己 是消費得起 我嗎 我能夠在尖沙咀消費 你就會買 但是你試試 你整條街 尖沙咀全部刺激 然後業主跟你說 三千元 現在租一間店給你買雪糕 我說給你 開一天 沒有人買雪糕 因為他們覺得尖沙咀沒有東西 第一 第二就是 哇 你這杯雪糕這麼貴 八元杯 尖沙咀八元杯雪糕叫貴 牛奶都不想怎樣 是啊 人家就是八元 你不要說你的薪金 八元買牛奶都不想 你也是買不到 就是因為做生意很可愛 聽成行成市這樣的說法 就是人的消費是很有那個 叫什麼 西瓜臭大便 多人玩趁熱鬧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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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旁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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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失業奇才 我不會生氣你 還很感謝你 你幫他搞旺了他的吉舖 你自己看那些舖 你留意一下 那條街不旺開 真是從頭到尾都租不出 很難得 二十年一遇 旺角後面街那些三四線舖 租到黏了線 是很難的 一百年裏面 可能撞到三幾次 那幾年是這樣的 大部份時間都是拍烏鷹 拍烏鷹 拍烏鷹的多 所以你明白到 現在有個舖給你租 而那條街是很冷靜的時候 多便宜都不好制 那你再回去再低一點的層次 譬如人家那些死場 劏場 你有看Hebe Face 周圍走遍都是說 那裡美甲 水喉佬那些舖租了之後 找鬼影都沒有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你不是城寒城市的時候 連那些人 就算有冷氣炭都不能上去 這個就是人的心態 他現在變成了寫字樓的嘛 就是好像一個人拿個地方做貨倉 這麼便宜的地方做貨倉 又是寫字樓在那裡做事 貪家有冷氣 有保安 都不能去賣東西 根本是賣東西的 那些死場是 簡直是 那些人的生意呢 其實是很貴租 始終 但是首都廣場是超便宜的 而你又可以擺工具 通脊就沒有的 你個體戶 總之它失去了 你就收錢的了 那你就在那裡坐定粒綠 做一下做一下 三兩年之後 人家每次都會來找你 你有個門口快到的 你很快去 你就是尖沙咀渴煌 那朵就自然會響的了 對不對 這個就是首都廣場的用途了 那你換轉其他那些死人爛鬼祥呢 其實有很多東西好玩的 如果你是一個 夾風仔機 其實是昂貓的 參加那個 開那個就聰明了 OK 哈哈哈哈 喂 我開網紅直播啊 我整個studio 很漂亮 企企理理 你放了些東西在那裡的 幾千元租就幾千元租 就叫那些妹妹 你上來吧 任用那些東西 那些公仔又任擺 什麼什麼都好 隨便做 那我就在那裡就怎麼樣 在門口的牆外面 我就收錢 進來這個牆裡面 我們就免費的東西供應 你可以看一下那些網紅 不過你不可以騷擾他們做節目 那那些渣男就怎麼樣 拿著那條眼棍就在那裡 在那裡搏下搏下 就去買豹菊吃 看著他的網紅 那就有些生意做 搞旺牆去 是不是 自己要用這樣的方法去 叫什麼 要提升一下服務內容 就是你要開對 有些人是會給服務 有些人會走來看你的服務 還有你要提供一些服務給這些人 就是怎樣 我想吃豹菊有 就賣給他 那你搞旺了之後 就有人走的了 因為那些地方你是鬼影都沒有 那你做什麼都不會影響到別人的 做一些好人會容易給別人 就是怎樣 要有些私隱度 但是呢 有些公眾要去留意的東西 就在那些用死場就對做了 那現在在這樣的情況裏面呢 我都看不到那些店鋪 就是怎樣可以 就是做回到成韓城市 暫時 因為那個消費意欲這麼低 那隨著你那個地緣政治啊 風火連天啊 再加上你夾著這個中國 那現在剛剛美國五大部門 也都是叫那些美國人呢 或者你去旅遊也好 營商也好 就千萬不要人選香港了 因為那個風險就很高 那就是這個的說法 講完之後呢 其他的四眼聯盟也好 五眼聯盟也好 也都是會跟這個的做法 那就是你沒有外國人 會再來沒有一些外資 那就是糖水滾糖魚 那但是你始終啊 你的糖水就在這個深圳 那些人就跑去上面 自己去滾 那香港裡面就真真正正 那個場很難很難 就是做得起 這個時勢呢 就是我這樣看法呢 不是一個短暫的一個衰敗的現象 已經是跌入了一個 就是可能是那些馬亞民族啊 在那些南美洲裡面 突然之間有些探險隊 就拿開山刀 板sen 放了些帽子 走進去 哇 為什麼有這麼多這些的停台榴閣 這些的金茹塔 第一個人都沒有的 香港就是會變成這樣的地步啊 自己一個人都能 一段程度是這樣的 槍勿勁世的 勇無思亡 是沒有人問津的 鱷魚你說得對 這件事新鮮熱辣的 我們看一段新聞才說得齊 什麼部 美國的商務部 財政部 國家安全部 國安部 農業部 還有那個叫國務院 五個部門 全部欺負印 說如果美國自己有在香港營運和活動 會面臨一些風險 它包括什麼呢 如果你的公司要搜集很多關於香港的一些資訊 有機會就犯國安法 你唱好唱衰 你也有機會被人說你收集資料的 有時候你就要跟他們去溝通 政府部門拿到一些資料 有機會就說你是間諜 所以大家來做生意就看路了 不要說什麼嚴之不遇 什麼事呢 其實這件事就說了美國已經準備好 有什麼事情去打球呢 自己美國公民呢 包括服務上的損傷 或者人呢 有機會被人脫脫了去做人質 這些事情就已經通知了 為什麼呢 你看一件事而已 加拿大抓住孟晚舟 最後又放回孟晚舟 為什麼呢 很簡單 有兩個人在他旁邊 被困住 沒錯 他就在中國捉回兩個加拿大人 所以我不發揮住而已 好了 美國這麼多個印仔級了 叫你 喂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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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不肯說到很明白 就說 喂 你怎麼我們準備抓那些人呢 抓得多的時候呢 他都會抓回我們那些的 你現在過去就是自己做人質而已 這樣 即是他擺明說句話是這樣的意思啊 代表著什麼呢 代表著脫鉤已經去到一個白熱化 去到現在的尾段就有機會 美國人會起了大陸在美國的一些針啊 針線啊 線人啊 任何的東西都會跟他開波的了 那麼他也做好準備就說 如果我踩在香港 被人抓了那些 我到時又要幫你贖身 我就很難麻煩 他就是這樣解釋 所以叫大家 你真是有些機會踩到屎那些 你真是不要再在這裏 你快走啦 我廢了事 待會他有口實抓住 你給我換啊 那些人這樣 聽得明白啊 大家 就是這樣解釋 那麼他有沒有生意做啊 擺到明就不做生意啦 一早 你看壽辰山道那個美國領事館那些 那些職員宿舍多厲害啊 陳啟宗一聲買了 現在再跌兩成半了 對不對 沒有的 去到一個時勢 剛才老學說的 好像一些馬亞民族 金字塔啊 遺跡啊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一個地方再不適合人住的時候 那那些建了在這裏的東西就放了在這裏 你看香港的房子多麼好 再遲些啊 喂 過來開店沒有 過來住 都不等住了 那你就馬亞遺跡了 喂 喂 喂 老朋友 我覺得最慘是那個糟養 那個糟養呢 合和中心呢 不是張南庫台旁邊那些地方 剷了它去建的嗎 現在建得七七八八 喂 起了完之後 我都不認知 啊 合和的老闆叫什麼名字啊 呃 胡應商 是 胡應商 胡應商 我都不認知他怎樣怎樣搞 長江中心都怎樣空置率六成的時候 喂 老婆 現在你整個合和中心意期 那你怎麼搞啊 真的是 噢 那個人生是要繼續的呀 這個世界 對嘛 就是說 有時候有些人怎樣呢 Marg一吉給我訂好酒席 買了婚紗 請 blood 了一些親民的 tadi 最後是那個呂 還沒走出身上 Prosecco 是不是呀 是不是啊 呵呵 哈哈 真的真的很大刻анные 但是 我在肯定的時候 那個宮 internship 是說我協議我走出的 哦 這樣的嘛h 那就是웃 這個問題是哪個讓它落空呢 就很明顯不是香港市民 這個也不是社會的錯 就去到另一個層面就是國家的錯,很明顯就是信任錯國家 我真的看著他拆,兩年前我離開香港之前,特意去那裏貧吊一下 我很喜歡星階月階的地方,他拆到爛了,去到南固台那邊就封了 在一個堅尼地道上面那裏,看一看下去,整片山滑得通了 現在偉哥告訴我,就開始在蓋,差不多了 我一聽到這個之後,這個時勢你蓋得好,就蓋了皇陵 基本上是沒有人的,為什麼要入住呢? 你怎麼去銷售呢?無論是房地產,住宅也好,或者是商業用也好 真的很嚴重的 胡影雙紀念館,我將來做 真是慘 最緊要一個項目,就是大家要很任性地做生意 小心點,就是去簽租約的情況 千萬不要自己個人上身,是真的會含得懶像尾堂 你是輸得你害怕的 你譬如20萬租,你真的commit了 溫暖了半年,你不想成功 你就想一下,可能有一個紅心壯志,起碼都要簽租約1500年 裝修200多萬,300多萬,或者有人過千萬裝修 你不是五年,我怎麼賺回裝修回來 這樣 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混了一年半,真是欺負了臘浴 跟著裝修錢,你已經是虧了一筆 然後跟著五年的租約,你簽了六個月,就覺得是大量 你還有是四年零六個月,每個月20萬 麻煩你幫我乘回這條數,你看看你要跌多少錢 阿鱷魚,你講這些肥養來的,問題是說 他是有這樣的錢去敗才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講的是阿鄭家誠的兒子 阿鄭志光兄 是呀,就是幾百萬,即是幾千萬,三百幾萬去裝修 那些殘灘廳那些,其實這些人是不會輸的 他真的做生意的,他只是看一條數 盤數,他已經不會做這件事的 是 但是問題就是最怕現在是什麼呢 就是經濟向下走 很多人是失去了他本來那份工作 然後他要想一個辦法怎樣維持以前的收入 就想著做實力可以做回那個水平回來 這個才是致命傷的 所以我勸大家如果萬一真的接下來出現失業的時候 這裡說認真 不會笑咎你 因為這個是社會的錯來的 失業的時候做什麼呢 靜一點 計一計自己一個月花多少錢 然後呢 就去想一下一些東西去進修 就是看回社會需要什麼東西的人去學一些東西 減散自己的支出 捱一年半載 就算你按卡數怎樣吃飯都好 你不會背到一身債是去到幾十萬的嘛 可能你有十萬八萬的差距 這個就是我最合理的推算了 因為你被人解僱 你是會有一筆典彈費 然後你本來沒有欠卡數的 你可能有一些credit 你可以用來讀課程 可以用來去做一些生活費 頂住先 那你三五個月之後你轉型了 去做第二行 或者去找到一些很高 就是很發展一些的事業 那你就再上路了 就不要一鼓作氣這樣 嘩 出來搞生意 我應該可以的 你不要這樣想的 因為現在的時勢裡面 你做什麼生意呢 都是很容易出事的 因為沒有成行成事的效果 而香港人呢 你自己問自己啦 你真的賺到錢 你也存了啦 所以是沒有了以前那種消費意欲 而你說去做生意 就是一種惹別人消費的狀態 這件事是多難呢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時勢 用風水學的角度去講 是不應該擴張的 是應該收縮 快期收得越實就越好 就是零下40度 人家說你高速 你就要認 為什麼呢 因為你突出來的時候就會凍傷的 哈哈哈 高手 你會不會突出來擴張 是吧 不要請英雄 外面零下40度 OK 大家保好一條竿 是啊 天天再戰 不要拿出來曬 是啊 沒錯 高手可以認同我們的看法嗎?高手 你見過我為什麼會把風仔機放出來呢? 就是你見到以前的商場全部都是舖的時候 你不會見到有太多的風仔機放在裡面 是 沒錯 那些舖急了 沒人再租 又不想封辦這麼難看 你就隨便給我擠機擠到它滿 光燦燦的 好像很好生意的樣子 繼續在那裡做 讓商場沒這麼難看 所以你見到有些商場 以前你走開 現在全部都是舖的風仔機 那你現在就明白什麼事了? 明白 188億是應該放在風仔機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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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的結尾到最後 現在有些在英國的有心人 包括我們以前的香港的最後一任的港督 彭定康 現在就應該和英國的政府爭取著 BNO的香港的朋友過來升學讀書 就應該有本地新的優惠 這個理由是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BNO以外地新的 入讀一些高尚學府 其實價錢是幾倍計的 很昂貴 但是彭定康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們在英國讀書 你都在這邊得到這個技術 訓練一些好的人出來 這些人才將來就會投入社會裡面 貢獻的英國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兩單的新聞呢? 有的 是的 這個是我覺得一個非常好的爭取 以及一個合理的爭取 我用一個這樣的比喻 比如烏克蘭的難民 阿富汗的難民來到 其實他是可以讀大學 用這裏的學費 但是香港人其實也是一種的難民 他理論上應該會跟得到的 我是這樣理解 第一 第二就是怎樣? 香港人小孩子讀書 那個學術能力其實是很高 如果你用一個這麼高昂的學費 跟不到本地新的 其實是國家的損失 因為他本身是可以變成一些 就是高級一點的 精英一點的一些生產力 其實他是一個這樣的好的一個種子 如果你用這麼貴的學費 去做一個門檻 就會流失了一些 不是很多數 但是都會有機會流失了一些 是有能力 或者可以在那裏改變到自己命運的 一些香港的小朋友的前途 所以這個爭取我覺得是值得支持的 高手你怎麼看? 我只這樣看 因為所謂的BNO就是BITISH NATION OVERSEAS 只不過他是居居海外的英國公民 所以我覺得這個平權是值得做的 當然 現在的學府 因為自從開始落閘以來 你看到學府其實都比較 還有現在又說加稅 又說要 而學府有些部分項目要加VAT 其實那些學府當然也會有些懲罰 英國本來是可以收一個 海外的學費 現在變回一個本地的學費 我覺得 雖然這個懲罰是很嚴重的 但是我覺得他一定會有些阻力在那裏 都是好的 我覺得彭令康給我的感覺 並不是中共 或者港共政府 就是港版國的政客 找你這些香港人 做速 他就叫他去清晰 我覺得他真是真心 幫香港人平權 他下了很多的 這個 河馬公路 還有在2019年到現在 他一直都是 幫香港人發聲 甚至沒有 在英國裏面 一個英國公民 現在被中共囚禁 那個叫黎智英 都是得到彭靖康 繼續在他背後 都還在跟他發聲 你看得到他 他不是假的 他已經退休了 他沒有政治干懷 他不會再在這些地方裏面 拿到任何的政治的酬勇 我相信是出自一個內心 他喜歡香港 為幫香港人的一個好朋友 他是出於責任感 還有他真的對香港人 有那種愛心 有那種道義 他才會做到這麼多的事情 你想想 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家 其實是很heavy的 做一些政治的遊說 做一些這樣的發聲 去思考這個問題 是很heavy的 但是他都會做 甚至他做出來的成果 是每一步都是 有聽到香港人的需要去做 其實我是覺得非常之尊敬他 沒錯 很appreciate 還有多謝Lod Putton OK 也多謝兩位 因為我們現在轉了兩天 但是我們兩集 就是同一天去錄 其實都have heavy duty 一天讀兩集 我也有一點點虛脫 我的肚子很鼓鼓聲 因為我起床錄影的時候 就是早上的七點鐘 正宗空肚做節目 我現在 是 那你就幸好沒有舉鐵 如果不是就 又是那種的了 就是簽了先 簽了先 就幾幾年了 十幾年了 希望各位有記 買了中國隊 就是中國對家隊 就是有奇海得勝 還有就是大炒 買球膽贏球 買國球贏國球 買王牌贏王牌 或者大家贏到開巷 有中國隊 就沒有窮人 有國足 就有一個的每支足 簡直是倒海明燈 沒錯 但是慎旁呢 紅貓足球 紅貓足球 輸了十來二十場之後 你吃狗壞叫的時候 他突然間 扔你雞 你寵住 我覺得平均住 買中國輸 就應該可以的 不要太重脫 五百至一千來 我覺得是值得 投資在中國隊裡 一隊加隊 不要真的 五六萬份身家 其實你真的 買一頓 買一雙球鞋 打算是這樣的高 五百一千 幾倍 我覺得是值得拼的 真的 輸不死 沒錯 就是 你買前面 買啤酒都要錢 是不是 就是 贏一場 全年的啤酒薯條錢 已經回來了 香港樓都買得了 何況不買在中國 是不是 買中國輸 哈哈 哈哈 你真是 好可憐 你真是 你真是 好可憐 你真是 你又買中國輸 高手你 你真是 你回香港 不能探究你 哈哈 好 各位 多謝太太 多謝本場 下個禮拜我們再見 下個禮拜 就是中秋節 各位 希望大家 人魚兩團圓 千年紀共禪捐 珍惜眼前人 都不知道 下一年的中秋 你們在哪裡 總之 在一起的 老友親戚 良憑共聚的時候 放下時光 好 吃多個月餅 拜拜 拜拜 拜拜